到现在你看这样算起来公司二十几年 二十六七年 二十六七年有了 那现在有自己自创的品牌 然后呢做得相当的成功 那么在很多地方都有 你看在大陆有工厂嘛 对不对 然后有分公司 又有一千多个经销商 Tim在经销 然后你们还有做这个 这个是水晶杯 这也是听说是独一无二的 对 那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跟这个什么NBA有关 是是是 我们有NBA的授权嘛 那因为他在做生意的初期呢 其实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只是 也在摸索 也在摸索 只想讨一口饭吃 对对对 所以就不停地去找不同的产品 那还好呢 文斌他的这个创意很好 那我呢执行还不错 所以呢我们两个搭配的还蛮好的 那这个兵杯呢 最早先呢是我们只是做兵杯 那文明就一直和我在说呢 所有的产品呢没有附加价值啊 就死得很快 所以呢我们我最早先呢 就我是先去跟这个足球联盟就是NFL 像Dallas Cowboy啊这些NFL的这个足球联盟去跟他申请 敲了很多次很多次的门 他们都不开 就说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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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就找了Pepsi 我们先去找了Pepsi 那Pepsi觉得这个还可以试试看 对 所以我们先从Pepsi开始的 那Pepsi有了以后呢 再去敲这个NFL的这个门呢 就就比较容易了 而且呢最主要是因为我写了 我把拿那个博士学位的精神呢 来写我们这个企划案 对来写这个企划案 所以就1993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不同种类的兵杯 那文明的那个创意很好 他就把不同的家用产品 通通都放上logo 那我们也就因此呢 对于家用产品上面呢 有整个系列的一些盘子 杯子 碗 小朋友用的 大人用的 还有这个 这个Disposable 就是一次用的 一次用的 产品 种类比较多 那因为种类一多了以后呢 我们就成一个系列 有系列了以后呢 各种店 Target Walmart 很多这些sports店 都做我们的经销商 来接受我们的产品 而且因为有授权嘛 所以当然就只有我们家 我们自家生产 对 所以这样其实 做独门生意是最好的 就是像说你说创建自己的品牌 然后呢 像你们除了这个也做得很成功 所以你们现在公司有 有做这种兵杯的 也有做这个轮圈的 这两个事业都经营得非常的好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 这就是你们事业的一个领域了 一直都非常的成功 在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 还是能够创造利润 那但是呢 两位他们都不嫌麻烦 因为呢 事业已经这么忙了 生意做这么大了 可是呢 他们还是播出了 另外的一半时间 还要再来这个服务社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继续访问 张文斌市长和他的夫人 对于政治和社区服务这一块 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经营的 欢迎继续回到华谊风云宝 我们今天所谓大家访问的是 张文斌市长和他的夫人 郑美莲女士 那么在这个美国啊 其实呢 刚开始奋斗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 有趣的故事 或是曾经 让自己觉得说 哇 是这样过来的故事 刚刚也听到这个郑美莲女士 他讲到他们来到美国呢 刚开始可能会这个热死 或是饿死或是冻死 没有想到呢 后来慢慢的 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了 可是呢 在他们一个经营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之外 他们还是拨了很多的时间 来为社区做服务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这个地方啊 要做个市长的话 竞选啊不容易 但是呢 说薪水也没有什么薪水 完全是一个义工性质的服务 这个张市长做 在丹丹霸道里服务多少年了 像算起来啊 今年是第十二年了 第十二年 很长 很长 然后呢 但是你看做市长 我要问一下就是 事业要跑 你看这么多 在大陆有工厂 在各国家有生意 包括美国还有这么多事情 然后呢 还要做市长 市长还有很多法案要读 时间上怎么分配 一个礼拜只有七天啊 最主要是 重点是你要去 喜欢你做的事情 我想就像很多人 他也花很多的时间去 无论如何再怎么忙 他一定会去打球 或是一定去运动 那因为只要你喜欢 你就会排时间 那我比较幸运的是说 我对我所 这个服务的社区的事情 包括我的市长的事情 就是说公仆的事情呢 包括还有很多 好几个学校 大学的校董 还有一些像其他 一些重要社团的 我也在里面当董事呢 我是觉得 因为我蛮喜欢 因为我觉得可以服务大众 能够帮大 跟能够帮忙大众 做一点点的改善 对他们生活有所改善呢 我是觉得这是 我蛮喜欢的事情 而且我是觉得 蛮荣幸的事情 你就把这个当作兴趣了 对 所以这边就是 我觉得我也很投入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的家人也是很帮忙 那我的这个贤内住呢 唯一的 我的最好的伴侣呢 他在这方面是 也非常的帮忙 他有帮我分担了很多事情 哇这个 当张市长的这个贤内住 真是不简单 要十八单五一样一样精通 生意要会做 还要会收账 要会开拓市场 然后把这个 张市长的一些idea 把他这个实际的执行下去 因为张市长有很好的创意 然后呢 这个夫人呢 就能够把他执行下去 每年事实上 他也非常create 非常创意的一个女士 那么在市政方面 其实这样生意这么忙了 对不对 那其实竞选 其实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当然您做久了 服务社区的居民 服务久了之后 他们知道您的这个能力 和您的精神是在那边 那可是刚开始 可以说是 比较没有人认识 然后你要出来竞选 其实也会分掉你很多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 美玲姐 你刚开始有没有反对 说我们生意很忙了 你还有时间去做那些事吗 你会不这样子 他是我的竞选的 总部的掌舵人 很幸福哦 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还记得 当年就是1997年 他要竞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 一点心理准备的 我们只是在做生意嘛 等于是从学校毕业了以后 我们就在做生意 这个没有竞选的这个经验 对啊 有一天他跟一些朋友 去吃早饭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可能他们这些人 要叫你出来选 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说放心好了 不会 不会的 不用担心 结果回来以后呢 下午他的新闻就上报了 就钻石巴 可能有一位华裔的 要出马竞选 然后写的那个内容呢 就是对号入座 马上大家只是 不要读名字就知道 是他了 所以我们就被鸭子上架 就这样子让他送上去了 不过因为1981年 我们到洛杉矶以后呢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社区服务的工作 我们在很多学校都义务的服务 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还觉得自己应该要融入这个主流的社会里面 所以不光是商会啊 学校啊各个团体 我们都有去有去这个参与活动 所以在竞选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这些以往的人脉啊 有情啊就是叫做什么 无心插柳吧 这个 对 无心插柳成印了 那柳没有成印了 这个就是说这些都是 在冥冥中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幸运 也很高兴有这些经验 那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能够有机会啊 服务美国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服务是很大的一个荣幸 也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经过这些学习呢 我们更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 更了解美国的这些生活人情 所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 更交接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的朋友 终生的朋友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感恩的 越感恩呢 我们就越愿意去付诸了